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芒片七部正有没有沙烂器》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刚才嘉白后先生说有《肥婆节》 《肥婆节》是不是有首主题曲的? 即是,威威荷里活有间大酒店 有三个肥婆学踢球 学踢球 你又踢,他又踢 最终就踢了落河 哦,这些是否肥婆节是要唱这首歌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什么叫肥婆节 我刚才在搜寻 在休息的时候就在找肥婆节 找来找去找不到有什么和肥婆节有关 所以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是肥婆节 哈哈哈哈 那么,究竟什么是肥婆节 如果有网友知道,他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肥婆节 哈哈哈哈 即是,你一说,嘉白后先生说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肥婆节 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 真的不知道 即是,只知道有三个肥婆学踢球 哈哈哈哈 那 那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他就说开车肯定不习惯 我去新西兰玩几天开车也不习惯 之后开了几天后回来又不习惯 HAPPY WONDER就说父亲节 为什么父亲节是肥婆节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哦 Fat Her Day 哦 哈哈 我看不到,因为这些留言 我在找找 找不到 Fat Her Day Father's Day 原来是这样 我不知道 因为那些 佐特就说他国内六岁小朋友 回答他答案是Fat Her Day 哈哈哈哈 哈哈 Fat Her就是女性而已 就是肥婆 哈哈哈哈 那 说笑一下 现在这个 就是 不要歧视人 我自己是一个肥佬 首先要先说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肥佬 那 Roy Roy 107 就说河马可能搞肥河节 因为河马这件事 其实 在香港很奇怪 我也说一下 我观察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关注的 虽然我们有些网友说很討厭 为什么每个人都关注他 但是香港是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其实你想想 也是看美女 我自己 如果要看一个人直播的话 我也是看美女直播 我怎么会看肥佬 加个老坑直播呢 我是不会看这些东西的 但是香港就是有些人 是这样的 他特别喜欢看河马 河马现在炒热了一件事 有很多人给他钱 直播的时候我发现了 哈哈 我也自残刑慧 现在很糟糕 香港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香港的社会是很压抑的 有很多东西 根本 没有东西可以说出来 其实有些东西 老实实 你在香港看到有些东西是不错的 现在的人都不敢提出来的 因为你为什么不敢提出来呢 謝偉俊就是一个例子 你提出一些意见 哦 接着超哥就说 我想起 你所说的东西 令我想起2019年发生的事 你这些反动的言论 他这样说的 其实是很糟糕 好了 现在当然你看到香港 为什么会这么压抑 有人现在是赖林郑月娥 其实香港很有趣的 现在有些坏东西 全部都赖到林郑月娥那里 就算是黄友男友都是一样的 昨天 其实这个梁凌杰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在一条行人天桥的顶 就跌了下去 消防的 就是救他的气垫 以及建筑物中间的那条线 那里 其实他 严格来说 就是死于不幸 其实这个梁凌杰 但是现在有些人 竟然会出来悼念他 又拿白花又等等 这些事情很奇怪 因为香港其实 是有两帮人 就是不想社会复和的 就是我讲过的现实给大家听 就是 香港很惨的地方 就是有两帮人都不想那件事完 就是2019年的那件事 说真的过了五年 其实社会应该就要复和了 就是有很多东西 根本就应该 向前看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向前看的 有很多黄友都照样上深圳吃饭 有很多黄友都照样回大陆玩 港车北上都申请 那些黄友是会这样做的 其实 有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件事 但是 你会看到 香港政界 有一大群人都常常叫人 不要忘记2019年的事情 而且 在社会最极端的那些伙子里面 又是叫人不要忘记2019年发生的那件事 就是出来走去 就是这样 去梁令杰死那件事 其实梁令杰这个人 你看他的背景 你可以分析一下他的背景是什么 其实他这些全部都是跟风的人 其实如果他没有不幸离开这个世界 他今天可能就是 上深圳玩的那些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他 这个梁令杰生前 他是买伦敦金的 就是说真的 你去买伦敦金的人 那个道德底线 老实实 我不是针对那些做伦敦金的人 很多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做伦敦金的人 为什么没有道德底线 你怎么努力客人 就是有很多人做伦敦金 不是全部都是 我一定要说 有些真的会为客人着想的 做伦敦金 有部分 但是很少 那些 那么 Kokimi就说 河马八声很难听 所以煎他几巴 但是不是 那些人现在很喜欢听他 梁令杰这个人 他 又试过 牵涉到一宗出口 禁制品案 就是一些 不准出口的东西 去出口 结果被海关抓 这个人 在2014年的时候 占中 他去了占王区 那时候占王区 那些人叫做雨傘革命 革你老尾吗 其实革命不是聘请吃饭 但是那些占王区 就全部都是请吃饭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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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跟风 我告诉你 那些人 19年到19年 事实 都是有一些人 是跟风的 但当然 他们有一些人 是死心不息的 现在去悼念梁凌杰那些人 就是死心不息 但是梁凌杰这个人 他本身 如果你看他的背景 你就会知道 他根本不是什么烈士 现在他们说他是义士 他是义士 是义士 什么义士 其实整件事 我不是说要了起这些伤心事来说 不过 你看他的背景 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根本 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 因为他16年的时候 他是帮工联会郭伟强去助选 梁凌杰是 其实可以界定他是一个在社会找机会的人 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那时候死之前 他在他的衣服上写了一些东西 其实 他在控诉 有人说是 控诉这个 特区政府 但是他是 这个人 你看他的背景 再加上他写的东西 你就会知道 他根本 这个人 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在不同的地方找机会 这个人其实是很明显的 好了 现在香港还有一班 所谓的坚实 都是要坚持五大诉求的 磨碌 基本上就要借梁凌杰 这个机会主义者的引头 继续一用 其实 有班人真的不想 19年那件事结束 这些人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正中那些 政界那些 不想19年那件事 大家都不记得那些人的下怀 有的 你看看他们现在有人去悼念 这个梁凌杰 你看看 还是有人要搞那件事出来的 其实那些人已经很少了 如果你 看媒体的报道 他们去悼念的 只有几丁有 那几丁有 他们说每年都会来 你是不是需要 用全香港的力量 去 把他们 把他们放下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衰腾景一就说 当年一看就知道 梁先生和爆眼里不是好人 但是黄尸居然相信他们 奇怪 其实很多人都反省了 觉得自己是愚蠢了 19年那件事 其实 香港应该是要复和的 但是有什么障碍复和 这个障碍呢 其实就是在政界 和他们另外一边那几个人 是他们刻意制造这些障碍出来的 这件事过了五年了 其实大家都 严格来说 为什么说是复和呢 在香港 现在人们喜欢看的东西 就是河马 要么就是上深圳吃河玩乐 总之呢 政治的事情 其实已经不提了 就是香港的人 就是 我们国内有个说法 就是 街吃吃街喝喝 就是做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 本来这个社会 其实已经 你不需要再用一个很高压的 状态去搞的了 你说有人还想搞暴动 有人再搞暴动 你就抓搞暴动的人 你不用一个高压的态势 其实现在你一定要拼经济 香港这个社会 就算那些人说河马 其实也是为了拼经济 我给大家讲一个现实 就是 你看看KOL 很多都是不断说河马的事情 是由早到晚都说 一天说几个小时 说河马好像不厌 而香港的人 一天听几个小时 河马也是不厌的 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那些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他是不管 但是实际上 其实他们也是在拼经济 没所谓 反正都是拼经济 都是可以赚到钱的 不断说河马 是可以赚到钱的 没所谓 其实就是继续说 对吧 那 那 那 香港艺民 他就说年年都会来 就由他来 莫氏他们的存在就是最好 我也同意 他们说年年都会来 就让他来 是吧 那他们要言论 都是想要人气换钱而已 那其实 是这样的 没办法的 那 那 他就说 KOL 现在靠河马 在这里生活 那 其实 是瘋的 不过 没办法 你側面看到一件事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拼经济而已 就是 你社会上应该关注的东西 他们也很废话 关注 因为改变不了 那 反正也是 我用其他方法去赚钱 不然怎么样 那 Winson 巴鲁拉就说起这些 罗贯聪的家人 是不是真的被政府没收公屋 罗贯聪的家人 被政府没收公屋 一定不是因为政治 没收他的公屋 一定是因为他们家人不合资格 所以这间公屋被人收了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现在有些人就说 政治打压他 搞到他没有公屋住 有些人就很开心 那些蓝营那些人 哇 活該死啊 他没有了一间公屋 这样 那其实 一个人的公屋 会不会被收回呢 只是看看那个人 他合不合资格住公屋而已 他不合资格住公屋 那间公屋是会被人收回的 那现实就是 那我就是村委书记的父亲 就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你也要接受现实 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人说河马 没办法的 那些人喜欢听 那现实就是 你说些 我认为社会需要的东西 其实社会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说的事实给大家听 就是社会需要的是说河马 说一下河白马 看看河白马怎么骂河白马 你这么晚的 不要在这里站起来 睡觉吧 那些这样的事情 就是不需要的 就是社会不需要其他东西 其实是不需要其他东西的 这个社会现在只需要看河马 那现在是 Freder Wong就说 香港大环境不是太好 有河马这件事情 都可以娱乐大家 所以河白马本来有几千view KOL 靠河马事件上位 10万view 其实他们是看到这条路 其实 我是不喜欢这样做的 所以我很多时候 说河马那件事情 我都是说 从侧面去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 你看到是没用的 社会不会因你个人的意志而转 虽然我们有些帮友说 看到你有河马就有负贫 没办法的 有些事情都是市场主导的 你也要理解 为什么市场会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香港是喜欢看别人的 香港人是喜欢看别人的 哈哈哈 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就是喜欢看别人的 正能量一点的事情 是少人看少人听少人说的 还有 跟政策方向有关的事情 现在觉得 我都影响不了政策方向的了 那说来做什么 听来做什么 其实现实就是 每个人 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到现在也是 香港还是有言论自由的 不是像 那些人说 没有啊 你多说几次都是煽动的 不是这样的 其实 这些是某些人 去说出来的 是这样的 你多说几次都是煽动的 但是如果 你对政策有意见 其实应该要说出来的 你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根本 有些政策是搞到中下层的人 很惨 是没有人去反对的 所以是很惨的 Eric Wong就说 毒楼坚开始超越灯神 其实 我也一早就说了 毒楼坚这人 他搞什么呢 就是搞死整个行业的 他特意是这个人 会搞烂整个行业生态 因为 我其实分析过很多次 他这个人是做什么 他看到市场上 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需要的 那个市场空隙 没有人敢去触碰 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触碰 那个市场空隙 因为 会有其他道德的问题 所以 市场的空隙 那些人是不敢碰 他因为 没有道德底线 他没有道德底线 就去摇取市场有需要的地方 我所谓的 就是帮那个位置拗痕 帮那个位置拗痕 那些人在那个位置被拗了 就觉得很舒服 但是他不知道 就是拗痕的位置 差不多是死穴 就是你拗得多的话 就会糟糕了 或者譬如有粒瘡 其实那粒瘡 你应该 敷一些药去蓋着它 不要让它再烂 就不是去拗痕 因为发了而会痕 不是 他就不断帮你拗得 那些农水都出来了 毒瘤堅这些人 是会搞烂整个社会的 毒瘤堅这些人从来都是这样的 他搞烂一个行业 不够他会搞烂整个社会 毒瘤堅这些人 是很离谱的 我讲过的现实就是 所以呢 我讲到这里就算了 有些人为何都要搞烂社会 赚好处 因为搞烂社会赚好处 是容易的 为何说是容易 他不用创造新的东西出来 不用做一些新质生产力出来 做新质生产力是很难的 他搞烂社会 搞到一些人没得搵食 他自己有得搵食 这样呢 是容易的 我讲过的现实 是这样的 政棍分联说 毒瘤堅的确上得很快 我就讲过的现实给大家听 其实就是 没办法的社会是这样的 有些人决定不这样做 有些人决定会这样做 你也要尊重一些决定这样做的人 因为 社会的人没办法是这样的 要求 我讲过事实给网友听 网友传了一些微信给我 他们说 很不喜欢听河马 为什么经常有河马的节目呢 我就讲过现实给大家听 讲其他东西没有人听 你想听的东西其实是其他人不想听的 现实就是这样 你想听的东西呢 需求很少 就是我讲过真话 那 Nate Riefer 就说好像濕疹那样 越搞越大 但是你越拗就越麻烦了 你拗烂了皮肤 拗得出了浓水 你治疗也有疤痕了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但是 我讲过真话给大家听 这个世界很多人是不理这些东西的 最重要是有view有like 他们是这样的 特意的 他们是这样做的 因为市场有需求 你们这些人 就是死是你们的事 社会变成什么 他们不在乎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社会变成什么 他们不在乎 他们最重要是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不在乎 找到好处 我讲过的现实给大家听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你都要接受 我讲过的现实就是 滴丁就说 破坏容易建设难 三文治就说八卦中心 那搞八卦中心是比八大中心容易容易 的 随便一宗这样的事情 你已经可以变成八卦中心了 其实老实实 这件事情 我认为已经发酵到一个位置 根本是已经影响到内地和香港的关系 就是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关系 还有 有些事情 其实一向都有 为什么不高调地拿出来说 其实没有一个人像河马那样蠢 但是现实就是 现在社会很喜欢看这些蠢人 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现实就是 那HAPPY WONDER就是 听到何伯何太两个人 感觉很烦 市面上 很多人喜欢听 你觉得烦而已 现实就是这样 大家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 我也学会接受了 我有时候也会讲一下 不过我讲的角度 就是希望社会 应该走向什么方向 我讲的角度 但是当然有些人说 我才是要搞烂社会 有些人是 对不对 那是没办法的 匹匹匹就说 一开机全部都是河马讨厌 不是全部都是河马 就是全部都是超哥的 你开无线新闻台 是不是由早到晚都是超哥的 那你喜欢看河马 还是喜欢看超哥的 你自己想想 哈哈哈哈 我讲过现实而已 其实 现在河马和超哥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讲国安的 一样讲那些东西 哈哈哈哈 我就告诉你 算了不要紧了 就是 Charlie V他说 超哥这两年的伟大政绩 根本是国家最喜欢见到的 那我就告诉你 其实应该不是的 因为现在你看一下 等一下回来讲一下 就是强哥去澳洲 去完纽西兰 现在强哥去了澳洲 其实有很多东西 就是香港已经做不到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才要去补飞 这是没办法的 本来有些东西 你跟西方国家接轨的东西 香港是有位置的 这件事情 香港本来是做这个工作的 是做这个职能的 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其实是 那 政棍分裂员就说 毒瘤他说你讲到什么 都是废话 你做到他这么成功 有这样的view数才讲 他是这样的 因为他view数还是输贏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都是view数还是输贏 现实是 他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view数多就是赢 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所以没办法 我讲的话 可能有很多网友说得对 但是实际上 你们是占市场的少数 我讲过现实而已 好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讲主题了 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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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